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第一位是律師馬在前馬律師 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藝人Mimi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那另外的是心理痴障師許浩宜 哈囉大家好 以及皮膚科醫師吳明穎吳醫師 哈囉大家好 吳醫師在台北長庚 對 台北長庚跟林口長庚 林口長庚也有 另外邀請到的是養生食補的專家 林秋香 秋香老師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是洗澡只能夠十分鐘嗎 談的是軍中 對 新規定 你知道軍中要取戰鬥爪 戰鬥爪幾分鐘你知道嗎 三分鐘吧 對 三分鐘 可是戰鬥爪三分鐘 馬律師就可以說 那個速度要多快啊 我現在也是這樣 你現在也是這樣嗎 以前學校練出來的到現在就習慣了 唉唷 是是 那因為這個是對男生來講 特別在軍中OK 可是呢 對一般家庭特別是個媳婦來講 我覺得匪夷所思 最近爆料公社有一篇文章 然後家裡每一個人都把他當外人 他也就吞人了 東西放在冰箱 那個媳婦把東西放在冰箱 把他當作噴給他倒掉 然後他說因為要上班 要打工要接送小孩 忙到沒有空回家當好媳婦 煮三餐呢給公婆吃 或許是他做得不夠好 因為比較沒有交集 比較不懂得討好 不懂得巴結 長輩 不知道要說什麼好聽話 這是他的構成 但是他也沒去跟他害就想啊 來來來 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先請教一下邱香老師 如果你是這個媳婦 你會怎樣 一定會病 為什麼病 不是 我進你家沒有要食 還沒有吃過你家三餐 你怎麼可以 我把我要吃的東西 放在冰箱你把他丟掉對不對 就攤牌嘛 就說你有什麼不滿 我覺得其實溝通很重要 你應該把你的不滿 就是表達出來 然後如果說婆婆還是這個態度 這樣這個婚就離離了 你幹嘛 你的人生 有小孩呢 其實人生很短 你如果說為了小孩一滴論 也不見得是好事 真的 你的後半輩子就埋葬了 那等到有一天你還醒的時候 你會把一股腦的那個厭氣 都會怪在小孩 就是因為你所以我的人生 跪到這年黑白 你是媳婦嘛 我是那位大嫁 整個月都沒有把你當作成家人 現在整個月都在這裡來 家人都在 你要怎麼說 我會第一個 我會先跟老公溝通 因為畢竟就是最親近的人 那他如果都沒有動作 老公一定也沒有站在他這邊啊 他已經講了 他個個都把他當外人啊 對啊 那這樣子就是跟公婆講嘛 我們還是先尊稱他 爸爸媽媽嘛就說 我有一些事情 我覺得還是公開來講會不好 因為這樣生活下去 正常對大家都不好 每一天就是不快樂嘛 你的家裡一點溫暖的看都看不到 而且小孩子在這個環境底下 長大的小孩 他絕對不會很健康 所以你就跟他 你不快樂 媽媽不快樂 對 你就問他說 你對我有什麼不快樂 我能改 我就改 如果說太過分的要求 我也不能接受 就是真的講 就是離婚沒有講出來而已 但是就說 我們還是討論一下 看要怎麼做 現在我就覺得 這簡直是住在牢籠 對啊 對啊 那我覺得這個媳婦也是真的 他可以這樣子過十幾年 我也是悔一所思 真的 健康囤倫 健康囤倫 對對 那還好 我們有心理痴喪失 你會變得更快 你會變得更快 我可能一天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你也只能忍一天嗎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是最好處理問題的時候 一個問題 如果你讓他就是變成十年 那大部分的人就會覺得說 你第一天我就這樣對你 你就沒有話講 那你已經這樣子過十年 那就表示其實 你容許我這麼做嘛 有道理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要在一開始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去過度忍耐 然後去把它想清楚 那我在想 其實很多媳婦之所以沒有辦法 在家裡面幫自己發聲 是因為心裡面覺得這個家 好像沒有人會挺我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女性 在那個家裡面 她那個處境 她是覺得她自己是很孤單的 譬如說四邊沒有一碗 對啊 如果都沒有人聽我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去把他們 整個家裡講理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去找一些 就是姐妹掏支持 像我記得這篇文章是妹妹PO的 那可見就是這個姐妹感情 其實還不錯 那可能比如說 如果我要去跟對方講 我可能會跟我的朋友 沙盤推演一次 有些婦女連朋友都沒有 對 不曉得你有多幸福啊 可憐欸 對對對 如果家裡面連鑰匙都不給你 來來請教一下咪咪 你覺得那是什麼 你覺得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你拒絕於門外啊 就是其實根本就是 一打從一開始 就是不認定有這個婚姻 我覺得 對啊 你覺得婆婆是在想什麼 可能就是 就不認定你是這個家裡的一份子 絕對不認定嘛 然後可能就是 應該是說你在家的這個地位 就是非常的卑微 可能養的寵物都還不如 因為寵物還可以自己 在家裡自由的奔跑 他可能連進去 你都還要先問一下婆婆說 你幫我開個門 他為什麼不敢跟老公要求 對啊 我寫聽到我一份子 為什麼我不能有一把鑰匙啊 不過這個如果是我 我會先去看一下 家裡面有鑰匙的人是哪一些人 我還是覺得其實有兩 每個人應該都會有 我覺得其實還是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說 這真的是一種很外人的做法 就是你不是我們家 你是寄住在我們家 所以我們鑰匙沒有給你嘛 可是我另外在想說 我在想這個婆婆會不會其實 有可能是很權威 然後 她其實像我們 如果是小朋友太小的時候 我也不會給她鑰匙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婆婆有一點 我的感覺 總覺得外人以外有點權威 或者是太傳統的這種 這種觀念在裡面 我覺得可能除了那個 就是好像被排懼的感覺以外 我覺得這個婆婆的傳統觀念 搞不好還要再重新教育 你如果是什麼 教育婆婆啊 我這樣講 傳統的婆婆不是也要來活著 去適應現代的社會啊 對啊 因為這種事情傳出去也是嘛 你知道要重新教育婆婆這個事情 我這樣講會不會被 不然上回去以後變婆婆公平這樣 可是這是很困難 這是很困難 但是說實在 我覺得每一個 就是一個健康的婆婆 一個快樂的婆婆 一個想要維持家庭和諧的婆婆 本來就要可以被接受教育啊 如果他不能接受教育呢 我 你就對這個媳婦有什麼建議 如果是我 我是媳婦的話 我一定會努力到最後一刻 因為我覺得婆媳關係 其實反映了一件事情 其實是夫妻的問題嘛 我想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我在這個家庭裡面 我一定要先取得跟我先生的共識 因為如果我們只看到 我跟婆婆的問題 我就看不到 其實我跟先生 才是我們未來家庭 然後要把小孩帶大的主體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婆媳問題 都太可惜了 其實用來把那個夫妻問題 去給蓋住 所以我一定會先努力的 不是去教育這個 有婆媳問題是先有夫妻之間的問題 對 所以換句話說 當我感覺到 我被婆婆這樣對待的時候 我老公可能以前有同樣的感覺啊 對 所以我要先去跟我老公 站在同一個陣線 前陣子那個幸福定格 很多女性就在講這個 如果我在這個家裡面 不管我受到多少 沒有合理的對待 可是我覺得我的先生他是站在我這一邊的 對 我就覺得很多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過下去 那OK 那我就是假定啦 先生又沒有站在你這邊 那怎麼辦 其實如果是我 我就會考慮 我還要不要留在這個婚姻裡面 對 對 因為那我要去想 我在這個婚姻裡面 我要的是什麼 可是 可是也許那裡有經濟問題 有小孩問題呢 對 那我覺得很多的女性會把 比方說我為了帶小孩 他小孩看起來好像也有一點點年紀 那如果他沒有經濟的話 可能他就已經離開職場很久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女性 他有說他在打工 對 我覺得很多女性是沒有安全感 就覺得自己已經離開職場很久 我沒有辦法再回到職場 可是其實我看到 其實包括我現在 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大家都在輔導那個家庭主婦就業 所以其實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家庭主婦再去就業 然後賺取一定的經濟能力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困難的是我們沒有辦法過 我們自己心結那一關 如果你從這個例子你就看到 就是說一個人 一個女性經濟獨立有多重要 對 很重要 她還會叫我們白條的 談到這裡你還想結婚嗎 經濟獨立啦 經濟獨立啦 對喔 醫生收入又那麼高 真的是 對 而且如果不滿對方 還可以把他皮膚弄 白癡是比較少啦 婆婆或是說夫婦不想給我收拾 這可以構成離婚的要件嗎 當然啦 因為這個我們通常講 那離婚的要件 像這種生活細節上面的所事 我講所事 它要累積到一段的量 還有一個時間 就能夠達到這樣 你說一個月不給我 下個月給我 那個就不太OK 就是從頭到尾十幾年都沒給我 還有一些累積的 因為它好像這個po文裡面 有提到一些比較不堪的一些 生活瑣碎的事情 那就可以構成精神上的虐待 把它累積起來是一定可以構成的 對 那法律上面如果通常看到這樣 其實我們 你說不給要是這件事情 我們五個當陪審團 幾乎就已經把他 就是可以離婚了嘛 怎麼你們五個當陪審團 我不是人 主持人公正的立場 就代表說大家其實都不認同這件事情 所以法官也是不認同 但是我比較強調一點 是我們今天討論這個事情 大概都比較理論上一刀切 你就不要啊 對不對 早在就怎麼樣 就不要嫁啊 不要吵啊 如果那麼容易就可以 很難 其實真的很難 為什麼 當他 我先說 當常很多人夫妻結婚的時候 理想是能夠跟公婆好好的相處 我們今天是看到婆婆 虐待媳婦 也有看到媳婦虐待婆婆的 那他們都想要完成這個任務 但基本上面 我們看了那麼多案例 我覺得這個是神才能完成的任務 神 只有神才能完成婆媳之間 和平相處的這個任務 而且我所謂的和平相處是指 一直到婆婆 誰先走了 就是一方面離開 我們通常有些人努力到前五年 第六年就失敗了 就開始惡化了 就是其實他的那種相處是 我很努力 但是可能得不到正常的回饋 有些媳婦就是覺得 我又吞吞吞吞吞吞 你知道有些 我的當事人有些吞吞是什麼 看爺早死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到我絕望就是說 老輝啊 我要撞 撞得久的 如果他走 我全部解脫 我會從此我先生對我的 那種不支持 或者是我兒子女兒 可能就回復到 那有些人這是個假象 他不斷說服他自己 我忍 我忍有一天 會產生什麼樣的轉機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這忍的十幾年的過程 所以才會有十幾年嘛 你要知道我們這忍的 每一個年齡 每一個時間下去 你就都在投資 投資 越小越越 越投資一半 小小小小到這裡來 因為你的青春不見了 你的小孩 依賴性越來越強 我捨不得他 第三個 我經濟能力已經不見了 第三個 我越來越沒自信 第四個 我可能習慣於大家在這個地方 侮辱我的 那樣的一個心態 會變成是說 我現在出去什麼都不是 當你會發現我已經忍了十年了 為什麼不再忍一下呢 你會發現說人在這個時候 在抉擇上面 不是我們討論的 啊你就要 他會覺得我的過去 努力那麼久了 我是不是就白費掉了 當然我們女性在通常 討論離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以後 常常會失序到這一段 這就是 現在已經年終了 我們朋友說 我到底要離開嗎 對 又拿著年終在走 我說老闆對我也沒有工作 有夠肉的 薪水也沒有工作 你還要離開嗎 你還要離開年終 哈哈哈哈 像你還沒在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十幾年他能夠忍也很期待 結果這個女生也 然後呢我們的氣智也是一位女性 也是人家的媳婦 也是有孩子 她也義憤填寧 她說馬鈺師 正說我的東西在冰箱 叫我大家把我動作噴 彈掉 我可以去報警嗎 原則上面 因為夫妻是 報警 老實講 那就是真的大的動作囉 當然我們通常是什麼 法不入家門 通常你要報警這個動作 基本上跟宣誓離婚是有點意義是相同的 找外人警察介入家裡面的事情 我相信他應該他在意的不是東西掉不掉 而是說我如果今天報警 產生的結果是不可回覆的 當然我相信東西掉很簡單嘛 要進來查誰資料 講真的 警察進來我要查誰 我要說我是媳婦 一定是婆婆 我要更慘 你憑什麼話 監視器 好不好 那就產生另外一個家庭更大的風波 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你說要去告 夫妻 夫妻跟共同居住的家人 他的財產是屬於從財共居 但是如果特有財產的話 被偷竊是可以告的 但是他是告訴乃論 他是告訴乃論 你想一想 就是說如假定 這個媳婦喜歡吃養樂多 然後你知道養樂多不是一罐 也有幾罐 我喜歡養樂多買回來 家人當然也可以吃 可是家人沒有吃 就把他拿去丟掉 照理說因為我買幾罐 我不可能一天喝掉 結果隔天就不見了 就表示有人拼了 那種心情之憤怒 所以剛剛啊 這個秋香老師啊 他廣告時間 他自己試一下說 所以十五人要有塞車 很丟掉 如果你是沒有在上班 就要塞車 對 因為你自己就是說 你為什麼 有的很多人離婚走不出來 有的會自殺 有的就是 當然那種痛是很痛 可是如果說你沒有一劑之長 然後又沒有一些施發錢 所謂的施發錢 就是說最起碼 我的短期的生活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你連短期的生活都 你要找頭路還沒找到 你就沒錢 要做房子 要住 然後你的日常生活 要用的錢都沒有 這個時候你先不要說 你要爭取小孩子 因為你沒有工作你就爭取不到 那你最起碼說 我有一筆錢 我可以就是短期 我可以應用 然後我可以去衝刺 比如說我的 我的專業在哪裡 你就先去找工作 或者再學習一些技術的問題 這樣子把你的自信再找回來 這樣才是一個 真的要走的路 如果說一直在那團論團論 真的是看不到明天 那秋香老師啊 說你有朋友是這樣 嫁來北部的時候沒有嫁長嗎 這沒有嫁長這事情大條 對 其實他還小我二十幾歲 他那時候就是說 他也是沒有到北部 就是在桃園地區而已 然後呢 他就是嫁過來的時候 就是 因為你在我們那裡的港園 然後海邊 所以今天是比較散 對 比較散 起來的時候就是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沒有價值 以前都是要平衆 電視都要大台越大台越好 那他沒有嘛 就是做不到 就是帶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的小小的一個 可能自己的皮箱還是什麼 這樣子 然後重點就是說 他的婆婆也是一個 非常節省的人 然後他們家有自來水 也有井水 旁邊有一些吸水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說 水就是要放在晚上 給他沉澱 因為他以前都用吸水可能習慣 就覺得說水要放在那個水桶 然後給他去沉澱 所以他也覺得自來水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幾乎就是不太用自來水 然後他會覺得說自來水要浸 你去拿古增的水不用浸 所以他就叫他做這個工作 那他也就忍下來 可是就是說他早上我六點鐘 鄉下人 他六點起來是沒問題 但是有時候他有孩子到後 他會覺得說孩子有時候 擦你六點不適合 用早餐給他打架 那婆婆就把他罵到不得了這樣子 然後你晚上也不能太早去睡 沒有十二點以後什麼都弄好了 你不能去睡覺 然後前家的衣服都他洗 那他就想說我就是 因為他又有小姐 又有小姑 那他想說我是大媳婦 那以前就會覺得說大媳婦應該的 這是我想叫我做大嫂嗎 他就把他隱忍下來 可是重點來了 他起了第二個老婆 等於他小叔起媳婦了 他打五十萬的現金 五十萬就這樣擺在上面給你 好看 然後還有一台車喔 不一樣了 你可以睡到自然型 你的衣服呢 婆婆還會叫他 把他拿起來叫這個大嫂 你要幫他洗 所以洗 對 洗小姐還洗 洗小姐的衣服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很不堪啊 這一種生活 他有跟老公講 然後老公就說 因為你是大漢媳婦 可是他知道重點是我沒有嫁妝 那他一直忍 後來他身體也不好了 就是他後來有一段 有一點點的 他自己的 等於良家的一個兄弟 有做生意 然後再叫他出去幫忙 他才找回一點自信 那後來他就搬離這個家庭 這個時候他的那個婆婆 才知道說 我已經適合一支手了 因為你在家裡 真的都是依靠他 就是你坐在那裡 每個人都跟你搬得好 媽媽等媽媽等 這樣 可是他沒有不懂得珍惜 到後來他就是 真的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說 我去賺錢 但是他還是有就是 拿一點給婆婆 不然的話你搬不出去 那也是經過很大的抗爭 如果他不抗爭的話 他就一直做到死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抗爭 他找到他的第二個春天 不是男生的第二個春天 是他的生命的另外一個 吳醫師 聽到這裡對婚姻有啟示嗎 我是有點驚訝 有點驚訝 你不曉得外面社會是這樣 還沒嫁 嫁嫁要比較多 還有一台車 知道嗎 不過現在你不用擔心了 現在都是 都是媳婦比大家差 好 那咪咪呢 這邊是有一個故事 是關於媳婦要煮飯的故事 對 就是因為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嫁人嘛 沒多久 可是因為呢 他們家是從小 他們就是吃全素的 就是家裡本來 他從生長的環境 就是吃全素的料理 可是因為嫁進了那個夫家 夫家就是正常一般的家庭 就是一定都是吃婚的啊 或什麼 五魚五肉 對啊 大魚大肉這樣 但是因為他就是也是 在習慣煮菜這件事情 他覺得很痛苦 是因為他婆婆就是規定 他一定要煮三餐 因為他也是沒有工作 就是家境就變成 就是職業婦女 就不是職業婦女嘛 就直接就是相夫教子 然後他就是要煮三餐 早上要去菜市場買菜 但是因為他買以前的 媽媽可能教他去菜市場 可能都是挑青菜 或什麼豆腐那些 他就是一定要去看到魚 他很怕那種一條魚 然後再殺 他就覺得很可怕 但是他需要去克服這個 因為他吃素嘛 那婆婆就是說什麼 就看他在煮飯的時候 他就會說你怎麼煎魚都 就是也不會煎啊 或者什麼 然後說煎一個魚有這麼痛苦嗎 因為其實吃素的人 長期下來他不可能 他聞到那種腥味 他其實是會怕的 對然後他就是 皮就肉皮 對他就是有可能作偶的那個 聲音出來 波波就開始就說 有這麼辛苦嘛 就在旁邊會講一些鮮話 那他就覺得很難過啊 然後是但沒辦法 因為後來小孩出生了 他一定他變成 每三餐先煮完全家人的飯 然後因為他自己是吃素 所以小朋友也不能規定他吃素 波波說小朋友不能吃素 因為他營養不夠 營養不夠 所以你要先煮完全家的 再煮小孩的 最後才能輪到他自己 所以他其實這個婚姻下來 其實幾年下來 他根本沒有時間跟家人一同 就是坐在一個家 一個桌子上吃飯過 正常的吃飯過他沒有 我就覺得就是有點可憐 為什麼就是到這個時代 他還會就是被 感覺也是就是被切割啊 就是你先用完他們大家的 然後小朋友的 最後他自己 就是自己的自由跟空間 其實都也沒有 這個時代 你看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 以前那個時代 以前那個時代就是啊 有點痛苦 因為就是 因為吃素也不是他自己 就是本身要這樣子嘛 就是 就是木可康劇的因素 在《縱使完報》當記者的時候 我的主上有個同事 他是從小全家就吃素 對 所以他不曾吃過肉 那因為我們聚餐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慫恿他說 你吃一片就給我看看 破戒 對啊 我跟他講你肉有夠好吃 他必須有必要就是了 這樣 然後因為同事嘛 他就覺得說 好啦好啦你基本上在起哄 我就吃一次 你知道 他只是咬一口以後 他就衝去廁所了 對啊 對啊就是沒辦法 他去吐 他去吐 所以我講實在話 這個媳婦 他附加其實應該要多體諒他 對 就是老公可能 就是他老公可能也沒有 站在他的立場 幫他出點聲音之類 就是他我覺得到現在就是 因為吃這件事情 是很平常的事情 就讓他就是有點就是 非常造成很大的困擾 真的真的 好 那 剛剛我們說這個媳婦啊 過了之後 還沒收拾 東西 還沒收拾 不是這樣而已喔 他妹妹啊說 你覺得這樣就夠分了 這個算過分了嗎 來 再看 他說覺得最過分的是 洗澡洗到一半 然後 這個熱水器就被關掉了 洗到一半 就洗冷水澡 有人 心裡有人在洗熱水器 這樣被關掉 這整個洗十分鐘的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調查 女性洗澡是洗幾分鐘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整晚到 好 好啦來我們就尊敬倫理 哈哈哈哈 就像老師 你現在洗眼睛要多久 哈哈哈哈 正常啦 正常就是說 我不卸妝不洗頭的話 15分鐘裡面是會完成的 那有5分鐘是冷水喔 哈哈哈哈 如果是你知道的話 你要洗快一點嘛 可是如果說 我們要洗頭的話 真的是5分鐘 女生洗頭要很久啊 對 那個是長期 所以這個時候 就像那個 我們的歷史這樣子 是最好的 沒有 他可以洗澡兼洗頭嗎 就不需要浪費5分鐘的時間 最滿好的就是我們這個 其實真的 你洗頭跟洗澡的話 就大概要20分鐘左右 女生 就比較快速 那如果像我們上妝的話 你要卸妝那就更久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夏天你冷水還無所謂的 那冬天你這樣 洗熱洗冷 你喝的也乾喔 可是如果長期這樣 搞不好阿斯里練得很壯 哈哈哈哈 冷肉交加 是是 那請教吳醫師 那你洗澡呢 我 好說嗎 怎麼不好說 我覺得像我 我講實話 像我做一個男生 冬天啊 我就喜歡泡在浴缸裡面 然後熱熱的水 然後呢我會 放點精油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把水梯開我喜歡的音樂 放在 然後浸著 這樣子 那所以他 他不會是10分鐘 通常我會洗個20分鐘到30分鐘 我覺得那是你 一天裡面最享受的時刻 這是我嘛 那連男生都這樣了 那難道女生只是洗澡就不能 洗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是享受的一部分 不要只是清潔的一部分 對不對 我洗澡還蠻快的 我可能5到10分鐘就可以解決 其實我覺得你不適合當醫生 適合當君子 主要是因為之前 我們大家都要值班啦 所以會比較習慣 因為你不太知道 隨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會比較習慣 趕快趕快把它解決掉這樣子 我啊 像這個媳婦會好 對啊 太久了 太久了 我以前洗澡很快 那可是我老公洗澡還蠻久的 然後每次我洗澡出來 他就會問我說 你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所以我現在就把洗澡 速度練慢一點 還是洗很快 但是很晚出來 可以跟邱香老師一樣15分鐘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啊 可是洗澡其實是真的是 每個人一天很放鬆的時間 他不是只有洗澡而已 有些人浴室現在的 現代人還會放電視的 那你會覺得 哇 這麼奢法沒有 現在電視很便宜 你聽到裡面一定是 電視洗台子嘛 洗台子都幾千塊而已 真的真的 那你可以啊 像男生就會喜歡泡澡 然後呢看著體育節目 那多香燙耶 對啊 咪咪呢 我以前洗澡喔 在結婚前洗澡其實是洗蠻久的 大概就是可以洗個快一小時 快一小時 大概40分鐘 因為可能 因為我是每天都一定要洗頭髮的人 然後要吹頭髮 頭髮是一根一根洗啊 沒有 洗頭髮很快 可是 因為每天洗洗頭髮很快 主要是吹乾的部分 對啊 因為你看啊 卸妝啊 然後洗頭髮啊 吹頭髮 然後有時候可能再去個角質啊 然後再塗個乳液啊 然後再按摩一下 其實就大概花了40幾分鐘 可是現在其實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曾經那時候被我老公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 然後老公就是會一直說 為什麼你洗澡可以洗個40幾分鐘 我要用廁所 然後就開始敲門衝進 因為我老公就說 我只要三分鐘就好 因為他也是跟律師一樣 他是光頭 然後因為我就覺得 他每次三分鐘出來 到底有沒有洗 他說沒有啊 就重點部位洗一洗就好 然後我說不行啊 我一定 對啊 我說女生怎麼可能 對啊怎麼可能 十分鐘我都覺得已經有點很緊繃了 有個人這種觀念喔 對啊 就是他洗很快 洗澡還真的不同 每個家庭不一樣 對 然後 像洪宇大哥 如果你就是小孩都大了 你跟你太太 你們家是豪宅的話 一人兩間浴室 很窄 真的很窄 有些家庭大概是一個浴室 在洗澡的時候 就開始有壓力進去 他說待會是誰 哥哥你今天的妹妹洗 他開始後面就會產生那個 催促的聲音 所以他在完成這個任務的時候 不見得每個都是用享受的心情 進去浴室裡面 是啦 同意 同意 所以他就會有一些壓力在 他可能就把它吵吵了事 我覺得洗澡有時候 東摸摸西摸摸也是一種享受 對 沒錯 他不是每一個人有這種條件可以去做 是啊 是啊 對 家裡面浴室好幾個 有講三間那還可以做 但是如果有些家庭只有一間 人又多的話 哇 那個是排隊要去 或者是 有些媽媽也會催促你啊 說老公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啊 晚上還沒洗 趕快把他洗澡出來 很可能這種事情會發生 婚後呢 婚後現在因為有兩個小孩嘛 我一定要先洗 先洗小的 小的很早睡 然後再洗大的 然後最後老公先洗 因為老公跟大的先睡 然後我趕快再換自己 所以現在其實大概洗澡就是 十分鐘 控制在十分鐘 破嘛齁 對 就非常快 是 為什麼 規定十分鐘 原PO說 因為 夫家的理由是 洗澡超過十分鐘 就叫玩水 你在裡面玩水 這真的嚇到陰 那既然是玩水 所以就太浪費 太浪費 所以十分鐘就會把你關掉 然後呢 每一次 就是這個媳婦呢 一定忍耐到受不了的時候 他就去玩 那玩這邊 才願意再給熱水找 然後大概幾天後 又恢復十分鐘 這個事情啊 他有跟老公反應 老公也有處理 老公啊 這個他說 這一次熱水器事件 也有人會說 也有人說 會不會是因為想要姐姐付水電費 可是我姐姐每個月有給公僕生活費呢 姐姐也想過乾脆跟女兒一起搬出去 看不到 也不會惹人討厭 後來呢 姐夫答應 以後 十點之後 才統一關熱水器 所以就維持這樣生活著 結果才沒幾天 又這個死灰復燃 又是十分鐘 這樣 那 所以 請教一下浩宜 這樣 這個媳婦要怎麼 我剛剛在想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段話 很值得大家一起來想 對 就是像我們剛剛這樣聽下來 我就覺得說其實洗澡這件事情 或者是各種其他的琐事 其實是我們不同的人 然後進到一個家庭裡面以後 那我們有各自不同的背景 跟原本的生活習慣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協調 對 所以可能 比如說如果我要洗四十分鐘 我可能會等 所有的人都睡早以後 我才會去做 我自己放鬆的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 他馬上等一下要工作 所以我會先洗澡 然後我才去 這個東西 不管家裡面的條件是怎樣 彼此是可以協調出來的 可是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這一家人沒有在做協調 對 就是說這個婆婆 你雖然 其實這樣看 其實我身為一個媳婦 我也會覺得很可惡 可是我總是 其實會覺得很可惡啊 因為我洗一半 你把我關掉 他不就跟小孩在打電腦 然後媽媽就把那個 插頭拔掉 是一樣的感覺嘛 可是問題就是 我突然又覺得這個婆婆 其實對自己也很嚴苛 對 他說只要超過十分鐘 這樣就在 就叫做再玩水 太浪費 對 那我在想的是說 我覺得他們彼此之間 其實都有一些心結 跟他們自己 存在的一些傳統 可是他們沒有把這些東西 拿出來溝通 對 所以就始終沒有辦法變成 真正的一家人 嗯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吵說你 你對還是我對 這樣子而已 可是如果真正要去成為一家人 我們是需要去了解 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以及我為什麼會這麼想 是是 其實也是有方法 就是說 你買比較大小的水灘 你就十分鐘 你一直把他撈熱水 撈到整湯都熱水 你就有夠洗 慢慢洗 對不對 水灘會叫他們泡泡拿彈掉 不然我們就叫外面的人 來做一口測 口測給他慶茶嘛 自己慶茶 先緊緊洗洗 放一腳自己在那裡 怕什麼 對 就趕快洗一洗以後 放一個浴缸 像你這樣子在裡面泡啊 對 然後後面就不怕被關熱 對對對 然後讓婆婆看到水電費的時候 下一次就五分鐘 下一次就五分鐘 看到水電費是這樣 下一次就五分鐘 其實我覺得 這種價值觀的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是價值觀 其實每個婆媳之間的問題 不管老公夾在中間 他都是假 不要說假 為你好 為這個家好之名 去實施他的手段 對 你想說婆婆節省過分嗎 過分 找文章有貴婚嗎 也許他的 我說我以前都是這樣 我以前三分鐘就結束 我現在給你十分鐘 我還多給你七分鐘 這個是一個價值觀 所以很多 你說他們的價值觀出現 都是用每 假為這個家之名 為你好之名 然後去實施他的手段 那你說要去溝通其實很難 吵架就吵到最後一件事情 我就說八點錯了嗎 講這句話 老公夾在中間也夾不出來 什麼 要省錢 對啊 這個老婆洗澡讓她舒服一下 其實到後來 兩個價值觀打在一起 是 這就是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溝通 產生很大的瑕疵 所以是雙方觀念的衝突 對 價值觀觀念的衝突 但是他們都是美其民說 我都是為這個家好 省點錢不好嗎 我省的錢 在 就要吵架到後來 我省那個錢 不是為了將來給你女兒 給你兒子 給你兒子 給你我老公怎麼樣怎麼用啊 哇 這 本來是為這件事情做溝通 後來就開始扯到 這個錢 將來省的錢是為誰用 還不是為你們好 有的時候老人家就開始哭啦 哎呀我感到 我這麼這樣子持這個家 還不是為你們好 那沒得討論 到後來就是不了了之 回復到原來的這個現狀 所以我發現說 現在所有的 除非我們 呃 刻苦 除非打他 打他 不然的話像婆婆這種都有理由 鑰匙不可以摔外面的人啊 小偷會進來 你們中丟怎麼辦 他的畫 他的光緬彈簧的理由都非常非常多 但是落實在我們不同人身上 就產生這種虐待了 我覺得今天看完這一集 一定很多的媳婦覺得 啊婆婆還不錯 哈哈 有幸福感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很重要 對 對 相對摸走的感覺 她婆婆可能其實早也很 好這個今天請到吳醫師啊 就是第一個啊不要小看洗澡洗澡是有方法的 第二個啊 我們洗頭的時候 特別是女性 因為女性的頭髮比較茂密 她要護髮 護髮也是有方法的 所以等一下誰要釋放 啊 等一下這個三位 那可是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再請教一下邱翔老師 因為家裡比較老到嘛 對不對 你如果是這個媳婦 欺負10分鐘 你會怎樣 我會真的會生氣 但是如果是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你能夠忍受十幾年都10分鐘會關 它就代表說沒問題嘛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我前面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以內 你會跟她講說婆婆 我洗澡的時間不會這麼的短 如果要碰到要洗頭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要做這個動作嗎 先跟她溝通 如果她真的溝通不良的時候 然後你就是再跟她 就是要溝通不良 對 但是呢洗澡真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有他的習慣 我周邊一般來講都是老髮 應該是洗太久 不會洗太久嘛 因為皮膚會乾 可是我周邊就有三個長輩 有一個就是 洗得比較 算是比較快的 他也要洗一個鐘頭 還有兩個都要洗到三個鐘頭 然後洗三個鐘頭的中間 有一個是他 兩個人當然要洗三個鐘頭 不是 就是男生 洗三個鐘頭是男生 然後呢他洗三個鐘頭 我們都覺得說 為什麼要洗那麼久 那他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是三天才洗一次 那就是他很糟糕 就是他 這個也是很惡劣的一個男生 然後他老婆把他寵壞的 這個是真的他老婆跟他寵壞的 他可以讓他就是 我要洗澡洗三個小時 那我要吃飯的時間 他就故意在吃飯的時間的 快到了他前 比如說我們六點吃飯 他就在五點開始洗 然後洗到八點 我的飯菜全部涼了 你不能先吃 你先吃我這一餐就不吃了 就這個樣子 那個一個男生就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覺得他這樣合理啊 三天洗一次一次洗三小時 就表示一天都洗三 平均一天一小時 對啊 我一年洗一次 我就洗360個小時 可是你這樣子就是 就是在跟人家吊嘛 就是代表說 沙灘的存在感 你看我沒去吃飯 你都不敢吃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三天不洗澡 冬天還OK 夏天的時候 冬天不OK 我跟你講 夏天跟他走過去是有臭味的 可怕 然後他洗三個鐘頭沒有洗頭 他就光洗澡 他的頭是一個月洗一次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天啊 我如果這樣一直洗 我的蒸氣會跑掉 蒸氣 蒸就換去啦 對 會去蒸就換去 所以就是有很多人 洗澡真的有很多 其實我元氣已經大髒了 他的自信 對 是 所以真的洗澡就是 各有各的一個習慣 但是還是要溝通 我覺得這個媳婦忍耐十年 真的是 我覺得他有一點 失氣自我 真的 就是隨著你們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這樣子 反而是你周遭 今天如果妹妹沒有出來講話 你還不是一樣會忍下去 對不對 那就是被虐待狂對不對 有一點 吳醫師 三天洗一次澡是OK的嗎 其實真的要看年紀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我覺得洗澡的次數 倒不是重點 而是怎麼洗才是重點 有沒有洗乾淨 是不是 因為我們洗澡的話 他是有個目的在的 基本上我們洗澡 是希望把髒的東西 是洗掉 還有把一些不好的氣味洗掉 所以我們洗澡 只要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我們早就算是完成了 那不用啊 我把不好的氣味 我就用香水蓋 那氣味就好的啦 那也可以把鼻子塞住 但是 你才是你這樣呼吸啊 塞別人的鼻子 塞住別人的鼻子 塞住別人的鼻子 那是 這很威權 這個吧 你有威權思想 所以其實我主要是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等一下 你說三天洗一次澡要看年紀 是什麼樣年紀的人可以三天洗一次澡 我們身體最外面的一道城牆 對 所以說它可以幫助我們抵禦外來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防止我們裡面水分的散失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城牆呢 基本上我們洗澡 一多多少少一定都會去造成一些損壞 尤其是我們身上有一些皮脂 它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個保護 對 所以說在洗澡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美國皮膚科醫學會 它是建議 在6到11歲的小朋友 他們是可以一個禮拜洗兩次到三次就可以了 沒有到11歲 對 所以它其實甚至沒有建議說一定要天天洗澡 真的喔 對 那時候活動力很強耶 對 但是它有一個淡書啦 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有去從事什麼運動 你有真的變得比較髒了之後 那當然是還是要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喔 瞭解 如果它去打籃球 流很多汗還是要洗對不對 對 但等到我們進入青春期之後 對 主要是因為分泌的改變 所以還是建議一天洗一次 但我們皮脂腺的分泌 青春期就是可以講12歲到什麼 差不多12歲之後 以上 對 12歲以上 對 但是等到年紀慢慢大之後 皮脂腺分泌又慢慢又變少了 對 這個時候就沒有特殊的限制 但是它就沒有再建議說 我們真的一定要一天洗一次 那就可以怎樣 一週可以洗幾次 一週也是可以建議洗兩到三次 兩到三次 那是幾歲的時候 沒有 它沒有特地限定一個年紀 在12歲以上之後 老實說它沒有特地 但是因為年紀比較大 所以它分泌的 對 但是我們的確在隨著年紀變大之後 皮脂腺的分泌會變低 所以這個時候就沒有必要說 我一定要每天要去做這樣的動作 我有 就是親戚是 就是冬天的時候 他說他一個禮拜才洗一次 他說冬天那麼冷 所以就 而且不會髒 不流汗 不流汗 不會髒 一個禮拜洗一次 其實以前我們在鑽腳的時候 鄉下地方那個房子都是 頭和房子都沒有那個窗戶 沒有密封式的 那時候還會自己要燒柴火 那時候一些老伙子 他們都說洗腳踏 我覺得差不多兩禮拜 才會洗一次洗腳踏 都在洗腳踏 都在說 對啊 就是沒有 我是說冬天 冬天 他都是衣服穿很多 然後我記得 印象中我阿嬤年紀很大 他那時候他的頭很久很久才洗 所以他拿那個梳子 就是我們在說的那個很細的梳子 這樣子梳 我就說不出 我記得印象中 因為他有叫我幫他做這個事情 把他的頭的那個毛細孔裡面 會長一粒一粒這樣子 把他刮下來 所以那時候他們頭髮又很長 真的都是很久才洗一次頭 曾經訪問過一個畫家 那這畫家是台灣畫家 那這畫家他去西藏做畫 這樣 然後他跟太太去 他說他們在西藏一個月才洗一次 第一個那裡太冷 第二個那裡沒水 然後 而且那裡沒有廁所 所有的西藏人都是在野外自己找 野外 對 你知道西藏人穿著 穿著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不是說又有皮帶啊 一截就 然後他們是一關淘淨 對 有點像長袍馬掛這樣 對 一個月耶 我說這樣不會有味道嗎 他說 第一個天然環境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水 還要熱水 然後 他說其實真的沒有流什麼汗 所以也就不會 他說西藏人就這樣過活 Paul因為 這個Mimi的老公是Paul Paul就是光頭嘛 對 那他要洗頭嗎 他有洗頭皮 因為光頭其實還是很講究 還是要買專用的頭皮粉 洗頭皮 真的 然後他很快 就是這樣一淋下去 就沖掉 光頭也要洗喔 對 不然會有油耗味 我就說這樣 嗯 今天是沒有洗嗎 還是什麼 我會聞得出來 是喔 可是他其實還蠻愛乾淨 所以他其實都會有那種 買頭皮 洗頭皮的粉 頭皮粉 那還蠻好用的 對 請教一下 不好意思 你的頭髮都怎麼洗 每次我看到洗髮精在賣的時候 我就猶豫說這個 會蒸髮 不是我買這個幹什麼 對於那個功能性 就覺得怪怪的 我說我們這個已經沒有頭髮 還要用洗髮精嘛 有的時候大概就是用 洗身體的 一併就洗一洗 因為其實 我們像這種 這樣子髮型的人 他通常反而是出油 會比較嚴重 所以呢 我們盡量不讓他有油 就是一定會洗 一定是每天洗 因為油油方便 那讓他把這個 就是把那個油脂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那我們當然就這樣都很快 那我們等一下來請教吳醫師 這個頭皮的保養 跟頭髮的保養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那其實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比較 我覺得西方的男生 好像比較容易禿頭 不過台灣還是還是有一些 那 這個也沒有什麼 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俐落 有型 有型 對我也都想把他理掉 真的 我頭髮都是我太太撿 我都每次都跟他講說 你幫我撿 撿 撿就是像馬律師這樣 他就是不要 那可不可以請教吳醫師 咪咪的老公Paul還有馬律師 他們比方說要顧頭皮啊 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有的人會覺得說 沒有頭髮 好像我們就可以省掉洗髮這個步驟 但其實不是 因為雖然沒有毛囊了 但是我們那個地方 還是一樣有他的一些皮脂的分泌 所以說 該做的清潔都還是必須要做的 然後再加上 因為沒有毛 所以你還是要用洗髮精嗎 用洗髮精比較建議 因為老實說 我們的頭皮的PH值跟身上的PH值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所以說 建議還是要用一些洗髮精來做照顧 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毛髮其實 它會提供一點保護的功能 所以說如果我 相對來講 我的毛髮比較少的時候 我可能還更要去在意他的一些保濕啊 甚至是防曬等等之類的問題 講到這個防曬很好笑 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去墾丁 然後因為他就覺得說 應該頭皮不用防曬吧 他就只 他塗助曬 全身塗助曬 結果頭皮忘了防曬 什麼叫助曬 助曬 他想要曬黑 也就是墾丁大太陽 然後我們就騎著摩托車到處 有那種東西啊 助曬的東西 助曬劑 他想曬黑 但是這邊頭皮忘記了 因為他光頭 他沒有塗防曬 然後結果 沒有塗助曬 都沒有塗 都沒有塗 任何的都沒塗 結果後來呢 整個就曬傷一層皮耶 然後我就還在幫他發那個皮 補皮嗎 對我覺得其實還滿療癒的 哈哈哈哈 貴娘耶 對 就是因為真的頭皮也會曬傷 然後就在那邊幫他補 後來只好塗那個蘆薈 對 因為感覺一直皮會一直脫穴嘛 然後就趕快幫他塗爐會鎮定一下 他是要皮膚曬成古銅色 對 但是這上面其實是要防曬 對 那男生的頭髮很多人是油性 這個部分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在洗頭髮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看頭髮的時候 大概還是要把它分不同的髮質來做討論 所以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油性中性跟感性 那怎麼樣去做個區別 如果你是一個油性的頭皮 那你大概洗完頭一天之內 你就開始會感覺到它有一點出油 對 那如果是中性的話 你大概可以維持到一天到兩天之間 那如果是乾性的話 那可能兩天以上才開始會有些出油的情形 那所以我們在選擇洗髮精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洗髮精裡面的成分很多 可是我們唯一要在 也不是說唯一 就是說我們要在意的是它裡面的那個介面活性劑 因為它影響的是我們清潔的程度這樣子 對 介面活性劑是主要是負責清潔嘛 對 然後它介面活性劑蠻貴的喔 是不是 這個價錢的部分 我不曉得啦 我是聽廠商說 其實洗髮精裡面的貴是貴在那個介面活性劑 對 因為它其他的東西 老實說都是做一些額外的添加 例如說像是增加一些香味 或是說增加一些稠度 或是增加它的一些顏色 或是起泡等等之類 都大部分是為了讓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會有更好的感受 就其他增加的東西 老實說對洗頭這件事情本身來說的 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油性中性跟乾性 乾性的頭皮 所以說在選擇洗髮精的部分 大概就是按照這三個頭皮的部分 來去做選擇 那其他的那些香味啊等等之類 就是個人喜好 女生有油性的頭髮嗎 有啊 多嗎 應該也是都蠻多的 應該也是蠻多的 要小心喔 因為不是這一台 我曾經在電視台 啊 你知道我們不是都有那個 上節目都有那個美髮式嗎 吹整 然後他們就聊天說 我剛剛吹了一個女生 那個吹下去的時候 因為他油性的 冒煙嗎 不是 他說有冒煙 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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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性的冒煙 不是啊 他就是要誇大那女生的頭髮 沒洗或者是很油 所以因為熱的嘛 吹下去就冒煙 好酷 我真的會有啊 因為油性的要加 你們不要以為 你們不要以為 美髮師在事後不會講你 以後躲在事後 你知道 真的 不好意思 老師說什麼 我是說其實 那個油性的如果兩天沒有洗 真的吹了會冒煙啊 真的啊 我們也看過啊 就也是在那個化妝間啊 就是那個美髮師會邊吹邊黏啊 就是說 這是幾天沒洗 這樣子 還是會啊 對 因為有時候那也是一種禮貌 你知道嗎 護髮跟潤髮 護髮跟潤髮 其實 要注意的事項 其實這件事情要跟洗頭髮一起來說 因為 其實我們大家平常會覺得說 我洗頭就是這樣 整個頭這樣子洗下來 但其實我們洗頭主要要洗的是頭皮 就像我們潤髮主要要潤的是髮絲 所以這兩件事情不要搞混 然後做的地方也不要做錯 要不然 只是多花一些時間 然後造成額外的負擔這樣子而已 那在潤髮的部分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等於說我們在洗完頭之後 同樣會帶走多餘的油脂 那在後續來去幫它做一個補充的動作而已 所以它主要就是針對在我們髮燒的部分 髮燒要潤髮 對在髮燒的部分來去做一個潤或者是護的一個動作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點名稱上的差異而已 但他們其實做的事情跟使用的東西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對 其實潤髮就是護髮啦 應該這樣講對不對 那我們洗頭最主要是洗頭皮 是洗頭皮 對 可是它產品價格差異很大 但是其實就像我們剛才說的我們主要重要的是裡面的那個成分 所以說其他額外的東西 老實說是個人喜好的部分影響的比較多 一般我們講的中性肝性油性的頭皮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比較敏感性的頭皮 例如說你有一些紅腫癢的情況 或甚至是大家應該有聽過一些直漏性皮膚炎 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是已經有出現問題的頭皮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要考慮加上一些藥用成分的洗髮精 或者是說甚至要來 就醫 對甚至要來就醫做一些治療等等 對 是是是是 那 這個是 洗髮 那洗澡有 有什麼要順序啊方法嗎 洗澡的話 是不是重要的部位洗一洗就好 其實我覺得 好等一下說好不好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洗澡有人可以洗三小時 有人洗三分鐘 對 馬律師就是三分鐘洗 你都要怎麼洗 重點部位洗一洗就好了 你也是跟Paul一樣啊 真的啊 我的原則是只要全身有抹到肥皂就可以了 就是有膠帶了然後沖一沖就好了 最近比較比較費工就是 欸我發現有那個搓身體那個什麼 毛巾是不是 類似那個毛巾 我發現那個更省 那個泡沫抹一抹 學生這樣刷一下 兩分鐘 兩分鐘 我的邏輯就是只要 哪有可能兩分鐘路會起來 那個布很快 後面一刷就30秒 而且泡泡很多 泡泡很多 然後這樣刷一刷就結束了 然後一沖就很快 那你是先洗臉嗎 先洗頭 洗頭 先洗頭 因為洗頭然後 一起沖 一起沖啊 一起沖下來那個水流下來 還可以一 就濕了 就兩用兩用就對了 所以基本上我去全身抹完以後 沖一次就結束了 我們快是快在 因為我們是 不用穿頭髮 對而且我們快是快在一次完成 沖水就一次完成 其實如果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如果是最後啦 90歲 我覺得你應該是95歲 你比別人 多了很多時間 沒錯沒錯 來來來 那吳醫師告訴大家 有沒有什麼樣的順序 老實說 洗澡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建議的順序 我建議先洗手啦 沒有 試水溫 試水溫 對 因為這個東西很重要 太燙 太冷等等之類的 對我們洗澡來講 如果是老人家 當然就要更注意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其實洗澡這件事情呢 溫度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常常會 就是 會遇到有些病人 他會說 我就是 很喜歡沖熱水啊等等等等之類的 對 那種情況就比較容易 會把一些油脂帶走 就很像我們洗完的時候 如果碗很油 我就用熱水去燙等等之類的 對 所以說一樣的 如果說我的溫度太高的時候 就會容易把那些皮質可以帶走 那我們洗澡水澡不是更好 但 這件事情呢 就是他也是有去做過研究 就是說當然我用比較冷的水去洗的時候 是不是對於我的皮膚的破壞會變得比較少 但發現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建議的溫度就是落在40度附近 就是說跟比體溫稍高一點的溫度 40度大概就是溫泉的溫度 比溫泉低一點點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在洗澡的部分 當然我們第一步就是趕快先試試水溫 然後確定的OK 不要太燙不要太冷 那之後洗澡的順序就看個人的思考 那如果有清潔用品殘留在身上 這樣對皮膚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洗澡的目的就是要做清潔嘛 所以如果有東西還剩在身上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違背我們一開始洗澡的目的跟想法了 有一種人 所以當然 有一種人他不用清潔用品 他只用清水這樣OK 對 很多喔還蠻多的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化學藥劑對身體也不好 有些是過敏 皮膚非常敏感 所以其實我們在洗的時候 就像剛才馬律師說的 就是說他只洗清潔 只洗重點部位 可是我們在皮膚科的話 也是同樣的一個建議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清潔的目的就是 要把髒的東西洗掉 要把不好的味道洗掉 所以我在清潔的時候 老實說我的那些真的有香味 那部位才是真正的重要的 有汗的地方 有需要清潔的位置 那些地方洗乾淨 反而是手腳後背等等之類 那不是重要的 對 那些地方我們也沒有特別建議說 一定要針對那些地方去做 特別的清潔 因為你們兩個人是對的喔 難怪皮膚這麼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相信他整人口都一定要滷了喔 要有洗的泡沫了喔 其實那個韓伯勝教授 那個北英的韓伯勝教授 他書裡面他有講就是說 你吃的東西如果都是很乾淨的東西 那你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排出來的東西是很髒的 其實用清水就可以洗得比較乾淨了 那後來我自己發現就是說 我們如果過度的去搓那個皮膚的話 你反而晚上睡覺你皮膚會癢 你反而就是清水 像我現在的做法就是 我一天就是有清潔劑 一天就是清水洗這樣子 那覺得就是 反而不需要塗膜那麼多的一個 保濕的一個產品 喔 所以喜歡泡溫泉 常常泡溫泉的人是好的嗎 但是你在泡溫泉之後 因為一定會造成一些皮脂 油脂會跑掉 對油脂的流失 所以之後的保濕是很重要的 就我們剛才講的所有的洗澡方式 老師說我覺得洗澡 是一件很個人的事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 其實沒有真的很硬性規定說 我一定要怎麼洗 我多久洗一次 我一次要洗多久等等之類的 這都只是建議 就是說我們只要清潔 該清潔的位置 但是最後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洗澡的過程 它會讓我們的那個屏障的部分 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最後我要把它補回來 那補回來的方式 一個是我如果年輕 夠年輕 我的皮脂線自己會幫我補回來 如果不夠 那我就要靠外在的東西來做補充 所以最建議的其實是說 我洗澡完之後的那個保濕的動作 了解 才是保護皮膚的方法 如果說是洗那個叫什麼蒸氣室嘛對不對 然後跳到冷水缸裡面 那叫洗三溫暖 洗三溫暖對身體是好的嗎 它對我們心血管的印象比較大 所以你做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先確定 自己沒有這方面的疾病 對 那 看起來你是好像不是很建議 很猶豫啊 對 對 對就講直接 害怕你喜歡嘛 對身體來講是有一點點負擔 因為馬律師說他就去天冷 我們常常這樣子 你常常講嗎 我每天都這樣 你每天發生了 去健身房 不是我是去健身房 他有蒸氣嘛 蒸氣完以後就泡冰水 冰水完再下去游泳 就是每天這樣子 有點像這樣 熱帳 熱帳人說這樣子 因為我看一個節目 它是個日本節目 然後他是有一個男生主持人 他很年輕 差不多二三十歲 然後他就去 你知道有那種芬蘭浴 然後他是在很熱很熱的那個蒸氣室裡面 他是燒石頭的 然後就是泡水 然後他那個水蒸氣就冒出來 看那個溫度是好像是六七十度 很高耶 很熟耶 然後裡面都哇 滿身大汗喔 快受不了囉 皮膚都紅了喔 然後因為你知道 芬蘭是外面都是行变跟旋律 然後他就跳進那個 沒有結冰的冰河裡面 哇塞 這是什麼極端的那種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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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樣子 其實這樣反而不會了 極度以後身體是麻的 皮膚感覺是麻 他刺刺好像很多那個 人在搔癢 小螞蟻在這樣子 有一次的感覺 那個不會任何的 不會感覺冰冷 反而是那種大概 10度左右的那種水 或15度那種水下去 會很冷 那個冰的下去就是麻 完全沒有感覺的 對你說不是很好 他也活到現在 要注意自己身體 要確定自己身體 身體的情況 如果是我 我是建議不要 為什麼不要你知道嗎 因為那血管 在很燙的時候 它就很擴張 當然很冷的時候 就收縮 那你收縮裡面 因為我們到有肥皂 都會那個什麼 會打掉的 對 對 這樣子皮膚會不會比較緊實 不是熱上熱霜 會 你去試 會 會比較緊實 我一直這樣 很緊實 當場馬上就緊實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先休息一下 哈哈哈 緊實 真的啊 那屎這樣的皮膚 是不是常常有縮 會比較成形 對不對 真的啊 我是覺得是這樣 好 所以其實吳醫師有帶資料來 這是啊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 所提供的適當的洗澡方式 水溫大概40度 時間大概10分鐘 那媳婦你今天沒話講了 哈哈哈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 做了標準哪裡啦 你完了 然後清潔用品是中性的 洗劑 而且清潔部位就是衣窩 鼠西部 腳掌 前後 前胸後背 四肢不需要過度清潔喔 你不要一直乳喔 然後 這個洗澡的次數 6到11歲一週 一到 一到兩次喔 可不是兩到三次喔 可以再更 青春期的話 一天一次 中老年期 可以降低洗澡的頻率 哇聽了好高興啊 哈哈哈哈 快要可以減少次數了 不過呢 我覺得有些人是乾性的皮膚 很怕什麼 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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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燥性的皮膚炎 乾燥性的皮膚炎 這個應該是別吧 呃 對 所以在治療方式的部分說的沒錯 大概會建議一定要多多補充乳液 那不過如果已經進到皮膚炎的話 大概還是要再加上一些消炎成分的藥物 來去做控制 如果太嚴重的話 對 但是在這個之前的話 還有它之後後續的保養 都是以增加乳液來做 這是很可憐的 這是很可憐的 對 怎麼會放到這樣 對 好 其實這不是沒有方法 真的 這個只要補充乳液就OK了 好 那這個秘密這邊啊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說 這個媳婦啊 被婆婆這樣對待 你的朋友剛生小孩的時候 都是新手爸媽 但是婆婆對於媳婦是這個 有意見的 對 因為她剛好是 剛好跟她的小姑 是差不多時期 上下個月的 差不多的時期生小孩 但是因為 因為婆婆的女兒 就是小姑嘛 她就會說 她就會叫她說 你就是一定要去住月子中心喔 現在就是 設備都很好 又有專人幫你照護 打理 三餐 補身體一定要再補好啊什麼 再準備生下一個啊 或是讓自己 就是有一些疾病啊什麼 就可以趁這個時段 黃金時期要修復 可是 自己的女兒 對 但是她的那個媳婦就不一樣 就是我朋友她就不一樣 她就說 就月子中心其實 沒有必要啦 因為你看 坐下來一個月便宜的 一天八千便宜 已經算便宜的喔 現在 對啊 一個月就要花這麼多錢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不然我就是每天就是去菜市場幫你抓一隻雞啊 然後就是麻油雞啊 照射三餐 然後幫你那個就是補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家裡可能你現在住家裡也比較習慣啊 小朋友那個小孩出生我還可以幫你看一下 對 她就是就是不一樣的差別待遇 然後甚至因為那我朋友因為 她是第一胎 然後就是因為可能 容若插個話好不好 媳婦千萬不要跟別人的女兒比 真的不能比 對 你心裡疾苦的 對 因為她聽到這樣她覺得很難過 因為她老公 畢竟錢也是老公要出嘛 對 那老公又要 又比較媽寶型的 就又要聽婆婆的話 所以其實後來她真的沒有去住月中心 那因為沒有第一胎沒有去住月中心 又沒有經驗 她其實在補育的過程 就是她乳汁分泌不好 就沒有很好 然後婆婆就開始又說話 她就說什麼 什麼 我煮的東西你是不是都沒有吃 麻油雞都沒有吃還什麼 難怪就是小朋友沒有奶水 對 然後就開始講 然後因為沒有奶水 婆婆就會牽扯到說奶粉的問題 因為奶粉要錢 要錢 對 因為奶粉要錢 婆婆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賠錢貨 就是會覺得是這樣 就是她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你知道產後會有憂鬱症什麼的 其實她真的就過得不開心 而且影響到小朋友 對啊 因為現在她就覺得看到那個小孩 她就想哭 因為她覺得說 是她的問題 沒有讓這個小朋友就是 吃到媽媽的母乳 然後又要就是花錢買奶粉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可憐 為什麼就是才有這種觀念 對啊 差別待遇 你就是小孩 你就是男生嗎 我兩個都女生 都女生嗎 對 所以妳以後也不會有媳婦 我不會有媳婦 對 我是說妳會差別對待嗎 假如有 我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就是 畢竟媳婦也是別人家的女兒 我也有生女兒 所以我覺得 是那個同理心的觀念 對 但因為我沒有這個觀念 好怪喔 我們人怎麼沒做同理心 對 我覺得這樣很正常 很正常 對啊 因為一個女兒是我從小養大 然後一個媳婦才新進來 我倒是覺得現在的媳婦 反而要覺得婆婆一開始會這樣對我 其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真的假的 因為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身為一個媳婦 你本來就要建立 你自己進到一個新的環境以後 我們怎麼樣去靠自己 然後去把那個感情建立起來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期待 我進到一個家庭 這個人就要對我 好像已經我們認識30年 事如己出 對 我覺得這本身它其實是一個 不太可能的神話 那有這種期待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看到 那婆家哪裡對我不好 那我就會 因為期望高嘛 對 所以我的失落就會很大 所以摩擦就容易很多 可是如果一開始我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狀態就是這個樣子 說實在我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我都不敢保證 我以後對我女兒或對媳婦 是百分之百會一模一樣的 所以 你是心理痴傷師 是啊 因為還沒有到的時候 所以你也是人啊 我們都是人啊 畢竟 我發現今天辦那麼多 我後來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能夠不要跟公婆主主 不要跟公婆主 這是一個物理現象 先把它割開來 情願不要在同一個物理下 因為 畢竟很難去做那些細微的摩擦 但是 我強調一點是 女人 一個家裡面女人是很重要的 你婆婆那朋友說 相對的你也要告訴你自己 我也是很重要 但是你可以在這個家裡面 你不要期望太高 但是呢你一定要有手段 我說過 如果沒有手段的女人 就會像我們這個 裡面的這個被害人一樣 教一下什麼手段 你的利益是良善的 你的手段包含你的自信 教一下秘密 你的經濟來源要獨立 你的自信要有 然後呢不惜 要有的時候要翻臉 要真翻臉 那那個翻臉 有時候得到一些好的回歸 是他不敢再造勢 也許維持一個恐怖平衡 但是基本上那個恐怖平衡 還是你可以在這個家裡面 得到一小塊的角落 喘息的地方 那如何 他是會繼續的良性互動 還是惡性互動 沒有人能夠猜測出來 因為你婆婆被你這樣子 宣示主權以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退縮 其實很難講 但是至少要有一個 那個婚姻後來有保住嗎 沒有 就離婚了 離啦 對